终于走过9月离婚大计,张吴启都马上回归工作了,但是讨论却没少过,毕竟对外婚少女来说一大难题就是,如何分辨渣男或者如何尽快止损。 有些人说,婚欠一定要起底,用金钱来衡量男人的价值,没有钱,给我滚滚滚,国庆闲来无事看直播,实在看傻眼,话说说起这个话题的网红人亲情来自香港,也是实际直播主,在网上开设视频调成授课教女孩代演示员。 比如说拍拖起底很重要,要一眼看出对方扮有钱其招,地方不要像张于琪那样,嫁给没钱扮有钱的租房客,穷老板,当然网上还有很多铁子教你,如何分辨他在上海的豪宅是租的还是买的,在这些人眼中的两性关系,男性是否有钱,很重要的畸形思想做主导,遇到穷人男朋友就要砸腿就跑。 还有招到工的唯一条件是,高工资,男人本身就要比女人有钱。 这位25岁直播主员琴琴,号称厨女小魔,百科上很有料,香港汽车模特车模,曾在2014年澳门亚洲车模获得亚军。 2015年升高澳超级车模男全国前十家,一参选过2015年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香港代表参选,即没有获宁次。 然而却是流量大户,百星火了,尚未丰满。 在港台都有不少四中表色男本,就像咱们的抖音网红,真的商户喜欢,国庆假期香港许多新商铺开张,就会请网红直播。 网红威力可比明星大,很多,邀请的成本也低廉很多。 在流量非首的社交媒体专博价值时代背景下,谁能造出话题谁就有流量了呗。 在开发的社交媒体看一看,有些吓一跳,昨天开电一世上就上演了一出闹剧,这位人见人爱,说相识之初要代言识人,策家底,没钱就滚开的网红。 现场演绎了一番如何策家底,开店典礼上一名自称战士帮,007,詹姆斯邦德的港益,的中年粉丝当街下会向袁琴琴示爱,没想到却被袁琴琴几个好姐妹很酸,要她先交出豪宅,跑车再来谈交往,拿出你的诚意来啊,把红的好友尖下巴,阳光底下注射的胶原蛋白痕迹满满,说话到时间酸可薄, 一听袁琴琴要豪宅,跑车,中年粉丝马上就掏出家中钥匙给她,不过姐妹陶认为她住的不是豪宅,说完就把钥匙丢了回去,你是不是还跟妈妈住一起啊,好了,好了,你可以回去了啦。 至于袁琴琴本人则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声,只在一旁露出甜美微笑,展现她临危不乱的敬业态度,另外她和姐妹们的长相也十分清奇,想搞网红世界,好像对姿色要求并不高的样子,我都要快笑疯了过去,现实很骨感,果然比电影约的句好看。 所以按照大V们的说法,为了避免像张宇琴那样犯错误,一开始就要开门见山,验家产,房子车子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。 这样的行为就好像在为自己的子宫定价一样,小莫,袁琴琴在四年前就犯过资本临人论的错误。 他在维基百科上最著名的资历是偷盗,香港苹果日报也曾报道,这位网红在2014年12月,与某餐厅老板认识。 第一次约会就与对方去香奈儿店铺买包包,看中了一个价值四万元的包包,当场撒娇让对方买单,结果对方信用卡余额不足刷不了假,令员琴琴觉得十分丢眼。 后来又发现其实这个男人并不是什么餐厅老板,实则是一个普通的快餐厨师,气得他忍不住拿走对方的iPhone6 Plus一之五回头,被告上法院。 结果才定道歉最成,还被了前科,上诉失败,最搞笑的是在出庭时,人情情哭得一,把鼻涕,一把眼泪,强调他只是通过礼物测试对方是否有足够物资基础,没有涉及买烟或圆胶,如果他造成男友是厨师根本不会理他,浪费时间,拿走iPhone6只是为了补贴车马背,毕竟出来见面也需要时间的。 经过四年洗白,小魔人情情又重出江湖,并开直播向各位单纯脸授课,一定要再拍拖钱起底,对方是不是伴有钱? 如果发现对方没钱,要赶紧跑,即使止损,这又是不是你从章鱼起二次离婚案中受到的启发? 卷入偷iPhone案件形象受损之后,人情情转去低调,最近他又开始慢慢付出参加活动却人气不减。 收到许多彩妆活动邀请,其实在白万盼烂,算计在爱情之中实在不可取。 我们喜欢张鱼起的豁达,为爱付出,孤注一致。 虽然第二次的尝试结果不佳,但张鱼起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。 婚姻与感情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赌博,英采儿在妻子的浪漫旅行节目中也说过,没有确定,婚姻就是赌。 喜欢帮我就闪婚,有心结了就离,张鱼起肠子美,这个比老公多,掌握人生主动权才是主题。 反而在恋爱中设定态度测试,心机,暗算,这样的爱情就像是在上海人民公园前的相亲脚,倒的是筹码。 货品对货品,你又甘心自己也被折算成一个资本吗? 物资基础是重要,但起码要强有一个对等,一个equility平等,不要被金钱牵着走。 你要找的人,不是要你的人,也不是比你工资高五千块的人,而是两个互相独立又相爱的灵魂。 婚姻不是找个水泡上岸,经济独立,有平等意识才方便设定底线,即是止损,人生没有输赢,时时都可以重新开始。 一个女人的最大胜利,不会来自婚姻和男人,而是你自己,张鱼起第二次离婚后三天即投入工作。 丝毫没有影响心情,喜欢别忘了关注我,微信公众号监狱千询,ID,N-I-L-L-I-O-N-C-H-O-I,微博,菜百棒,先去纽约的南方报业媒体人,35家单身老少女在纽约的勇敢生活,分享妆容,看了,穿搭技巧,上你族不出户,也能假装在纽约的,活出,割掉人生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